郑杰首度公开道歉 对象近视高中导师 会陪伴被害人家属吗 北杰随机杀人案凶手郑杰终于首度道歉了 只是对象竟然不是被害者 而是他郑杰的高中诚信导师 昨天高等法院提讯郑杰 他始终面无表情 就算记者问话 他的反应竟是大翻白眼 不愿意开口 甚至进到法庭内 面对愤怒的被害者家属 冷漠 冷血 低头抓痒 昨天开庭最主要是 律师团传唤他的高中导师作证 导师说他念书时很会写周记 打扫也很认真 郑杰听完作证内容后 要求向老师说句话 抱歉 让老师失望了 但导师并没有看郑杰 反而低头拿卫生纸擦鼻子 神情暗淡 结束后还戴起口罩 快速离开 我相信他自己有一定的追溯权在 如果他今天没有判死刑了 我们才会提 对啊 那今天如果你这样判死刑了 那我们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 去年北节随机杀人 共造成四死二十二伤 整件案子仍在审理中 董新闻综合报道 苹果目击一百位爆料公民 每月独家爆料两则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采用当月就发两万元奖金 爆料拿奖一举数得 照片一千 影片两千元 每周点阅出最高 再送奖金五万元 村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 爆料请打电话或用APP电邮 等各种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